进入广告 广告 恳讯视频里 QQ 看很抱歉 由于版权限制 您所在的地区 暂时无法播放该视频 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 试试 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 立即下载 错误码 61101.13080.1 17ABC2C57D2BD7F5B102A11B802B9CC170201 我要反会播放 下一集0.0点直播 0点弹幕子适应倍速 0.5X 1.0X 1.25X 1.5X 2.2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广告 广告 50% 75% 100% Z20026QNJ2A7 播放模式 Chrome mouse 变率1920 X1080 视频宽 高音量 50% 视频协议 CDN下载速度 缓冲资料 帧数错误 马6110 101.130 130 180.1 版本号 3.4 370 2018年8月21日12点35分36秒 播放流水 EGFBC2 C57 D2BDCF5 B102A11B802B9CCU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ARPUSHVR0026QMJ2A7 IMJHTTP GTIMG.COM NEWS APP LS049465743016404800 视频 刹期还未落幕 回顾吉诺比利本赛季高官瞬间 时长约8分36秒 腾讯体育试 BENEDRIAN WONOUSKI ESPN 撰稿人 北京时间8月23日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马斯球星 未来名人谈成员吉诺比利 正在认真考虑退役 他将在未来几天和伯伯维奇会面 然后做出最终的决定 吉诺比利认真考虑退役 将与伯伯维奇见面 吉诺比利在上个月度过了自己的41岁生日 他最近一段时间都会来当马斯的训练馆 进行常规性的训练 但时至今日 吉诺比利对于是否要出战先赛季 依然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 知情人透露 吉诺比利正面对强烈的退役可能性 或许会就此结束自己堪生传奇的16年NBA生涯 消息人士表示 马斯方面希望吉诺比利能够回归 盯战自己的第17个赛季 但球队尊重吉诺比利 给他充分的时间去考虑 正在参加篮球无疆界活动的马斯主帅波波维奇从欧洲赶回美国 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吉诺比利计划跟波帅会面 他们将会商量 然后吉诺比利做出最终的决定 吉诺比利目前与马斯还剩下一年价值250万美元的合同 他虽然已经年过41 但依然保持着不错的状态 在上赛季 吉诺比利场均能够贡献 8.9分2.2个篮板和2.5次助攻 从篮应重率为43.4% 吉诺比利考虑退役 因登肯帕克先后离开 其实 以吉诺比利上赛季的状态 他再打一年完全没有问题 而根据报道 吉诺比利最近一直都有来到马斯训练馆 进行常规赛性的训练 这就能够看出 他也在卫星赛季做着准备 在NBA顺利盈开幕仅剩一个多月的情况下 媒体突然传出吉诺比利 认真考虑退役的消息 这的确让喜爱他的球迷有些始料为急 但考虑到实际情况 如果吉诺比利最终做出退役的决定 那也是能够理解的 从身体身而言 吉诺比利已经41岁 运动能力和竞技状态 的消滑是在所难免的 或许在这段时间的训练当中 吉诺比利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作为41岁的老将 吉诺比利要应付漫长赛季的训练和比赛任务 并不轻松 而吉诺比利考虑退役 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精神上大 邓肯 吉诺比利和帕克的GDP组合是马祠王朝的代表 三人合作14个赛季 共获得了4座总冠军奖杯 但在2016年夏天 邓肯宣布退役 而到了今年 帕克已以自由球员身份离开 加盟了黄蜂 而且在上赛季 因为莱奥纳德的伤病 马次少见的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今夏休赛期 莱奥纳德被交易 一同离开的还有马次 2014年的独冠功臣丹尼格林 球队换来了德罗萨和普尔特尔 看着邓肯和帕克先后离队 以及球队上赛季所经历的状况 这多多少少会在情感上影响吉诺比利 让他认真考虑退役的可能性 当然 吉诺比利目前尚未做出退役的决定 如果波波维奇在会面中揽留吉诺比利 要倒还是有可能在新赛季回到球场上的 吉诺比利生涯履历 马次传奇最伟大国际球员之一 吉诺比利1999年参加NBA选秀 并在第57选位被马次选中 但当时 吉诺比利并没有立即登陆NBA 而是回到了意大利的波罗尼亚篮球智乐部打球 吉诺比利率领波罗尼亚获得2001年的联赛冠军 以及2001年和2002年的杯赛冠军 在2001年欧洲篮球冠军联赛 吉诺比利不仅顺领波罗尼亚登上欧洲之巅 他个人还荣赢欧冠军军赛MVP荣誉 在征服欧洲之后 吉诺比利来到NBA 他迅速凭借华丽的球风 犀利的突破以及充满想象力的打球方式 赢得了马次球迷的喜爱 马次是一支非常传统的球队 而吉诺比利的到来 为球队注入了不一样的风格 为马次效力16年 吉诺比利战功雷雷 他场均能够贡献 13.3分3.5个篮把和3.8次入攻 帮助球队四次获得总冠军奖杯 吉诺比利个人两次入选全明星 两次入围最佳阵容 在2007-08战季 获得了最佳定人的奖项 吉诺比利是马次队是胜当之无愧的传奇 他也是未来的名人唐成员 吉诺比利不仅仅在NBA有着非凡的成就 他还在国际赛场上输 写了自己的传奇 作为阿根廷男篮的绝对核心 吉诺比利率领球队获得2004年雅典奥运会金牌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同牌以及2002年南篮世界杯的银排 其中2004年奥运会和2002年南篮世界杯上 吉诺比利率领阿根廷南篮两度击败美国南篮 让世界震惊 综合NBA和国际赛场上的成就 吉诺比利毫无疑问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际球员之一 无论吉诺比利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相信球迷都会坚定支持他 小人 败 败 败